什么叫做大片 我的制片人朋友老刘曾经久后下了个定义 大片就是大人看的片 去去去去去去 太不把哈利波特放在眼里 大片基本上就是大明星大场景大制作大量宣发 这些背后都需要大片场的大投资来支持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投资最高的十部电影 看看这当中有没有你没想到的电影上网 第十名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电影 投资将近18亿人民币 女主角是权力的游戏里的龙妈 是不是感觉没太关注过这个电影 的确 这个片子上映反响平平 只能说是赔的不多的系列 而不差一点回本的系列 第九名还是星球大战系列的电影 星战9天行者崛起 投资和上一部持平 这一部是妥妥的赚钱了 这就叫风险均摊 第八名正义联盟 投资19.5亿人民币 前两天的扎岛正义联盟你看了没 好不好看 我还没看 评分我看了一下 国内是8.9分 国外是8.3分 实际上这第八名 一直到第五名都是并列的 同样花了19.5亿人民币的 还有三部片子 复仇者联盟3 007 幽灵党 还有加勒比海盗3 这里说个小知识 一般特别巨大的投资 就算是大片场 也只敢播给那些系列影片 因为这样的风险会更小一点吗 而且投资之前 大片场也是有充分的风险评估的 接着来说 投资排行榜第四名 星球大战7 原力觉醒 投资了20亿人民币 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怀疑花哪了啊 这钱 投资点房地产不好吗 激动人心的时刻 他又到了 排名前三位的 分别是复仇者联盟2 将近24亿人民币 第二位 加勒比海盗4投资将近24.8亿人民币 第一位 妥妥的复仇者联盟4投资超过了26亿人民币 但是他呢是赚的盆满钩满 要提到大投资这件事 我就不得不提一句 埃及艳后了 我说的比较客观啊 埃及艳后投资了4400万美元 但问题是 那是在1963年啊 这是什么概念 大概相当于今天的3.5亿美金 比复仇者联盟4少不了多少 这个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 那天文数字就是字面的意思啊 因为这笔钱完全可以帮NASA 把一个人从太空舱放到月球上 这部电影的出品方是福克斯 这部片差点让福克斯破产 为了拍这部电影 福克斯一边变卖土地 一边停掉了别的电影计划 据说这当中还包括了 玛丽莲梦露的电影 外界评论 当时的福克斯高层肯定是有那个大B 投了这么大一部电影就离谱 这片子的票房其实还行 1963年的票房冠军 而且居然在苏联卖出了3000多万张票 就这都没回本 最终福克斯在1966年 用500万美元的价格 把版权卖给了ABC 这才回收了投资 所以也算是白折腾一趟没怎么赔吧 不过你不需要为福克斯操心 两年之后 他们投资820万美金拍摄的音乐之声上映了 票房是2.8亿美元 所以福克斯和其他大片场也意识到了 咱们费这么大劲 拍这些史诗电影 屠傻 以后还是搞点轻松的片子吧 杀杀人 跳跳舞 多好 犯罪片和喜剧片逐渐的成为了 投资上优先考虑的项目了 提问 如果你有20亿人民币 让你投资一部电影 你想拍个什么题材